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任君老师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 台北股票市场大幅反弹 今天大涨了445点 目前盘中涨了400多点 那当然来到这个位置点上面 投资朋友们会想问 老师我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要趁着大涨的时间来卖股票 还是说我应该持续的去做一个加码布局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你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还要取决于两个关键 第一个这个行情还会不会持续的往上攻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你的股票 是不是具备它持续上涨的一个条件 如果说这两个条件都符合的话 我觉得你的股票续报 未来还有创新高的可能 那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有一些真的 我讲实在的 如果你是因为追高 甚至它本来就没有一个成长性的 前景的这种股票 就算未来台股再创历史新高 我讲实在的 它一样不动如山 它一样没有办法让你赚钱 所以在行情回档下来的过程 我一直跟大家谈说 你不要怕 你真的不用怕 什么乌俄战争的问题 什么油价暴涨的问题 所有的利空它总有结束的一天 而且这些利空 我讲实在的 两年前的疫情比这个利空 还要恐怖的太多太多太多了 但是两年前 你真的跟着我们的脚步 来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你买所谓的半导体的族群 甚至你买台积电的话 你有赚到钱吗 你是不是赚到大钱了 所以每一次的恐慌 它是无来由的 那你遇到这个恐慌的时间点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这些股票是不是真的有被影响到 那如果它没有被影响 你在回党的过程 不就是最好的买点吗 比如像说台积电好了 我一直跟大家聊 我说台积电今天大涨了3%多 来到588块钱 跌下来的时候 好多人在骂它 真的好多人把它当成垃圾 跟你说这种股票就买去 它这种股票就是烂 那我听到这种言论的时候 我直觉只想到一件事情 它一定没有从台积电上面赚过钱 所以它才会觉得说台积电跌下来 就是一档不好的标的 它才会觉得说台积电跌下来 它是不能买的 但是我们从它整体的数据上来看 我说我们把真实的影响性算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说台积电600块钱以下 你就是用力来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你不要期待说它马上让你赚钱 可是你知道它未来会创历史新高 它未来会让你赚钱 这样就好了 你要的不就是这个东西 那你说你如果在台积电大涨的时候 大涨大家都拍拍手鼓鼓掌 告诉你说这支购物好棒棒 但是跌下来 大家就开始讲什么 讲这种股票不好 因为它破线了 因为它怎么样又怎么样 台积电破线也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 它不是说每天都在涨都在涨 一直创历史新高上去 可是真的跌下来的时候你要敢买 所以我说操作上面有两种 一种人叫做雪中送炭 一种人叫做井上添花 台积电创历史新高 很多人在井上添花 当你在做井上添花的时候 真的跌下来你没有办法雪中送炭 那每一次在这种真的集谍的最好的买点 我都希望说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们不要忘了它是护国深山 它是护国深山 所以在四年前 同样台积电真的遇到很大的利空 中美贸易大战 那一次中美贸易大战 我说它确实会受到影响 跟这次不一样 因为这次乌二大战台积电不会受到影响 可是中美贸易大战的时候 台积电确实它掉单了 而且掉的还是第二大客户的订单 叫做华为 但是我一样用数据 我就直接算给你听 我说你直接把它的EPS算下来 你很清楚很明白的时候说 它影响的EPS会有多少 如果说这个EPS去乘上它的本益比 你抓30倍的本益比 这个位阶点上面是不是太过于低估 太过于便宜 所以我说用力买啊 买啊 那你都已经很明白了 你都已经很知道它的价值 你买它你会怕吗 不会怕 你就知道说 老师说的这种构表就是好的东西 而且它在跌下来的时候 你要勇敢的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290块钱的台积电 你现在还看得到吗 看不到了啊 你说最近乌鹤战争跌下来 油价大涨跌下来 它有可能再回到290块吗 不可能了嘛 但是你再回过头来去看 同样的 这一次从688块钱跌下来 我说跌破600块钱以下 你就用力的下去做布局吧 这个这一段都是超跌的 因为BiOS指标 导播帮我销下面 谢谢 你看哦 每一次BiOS指标来到低档 它是不是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无穷大 那你看哦 过去的历史经验 不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吗 BiOS指标来到这个位阶 是不是就上去了 BiOS指标来到这个位阶 它是不是就上去了 BiOS指标来到这个位置点上面 它是不是就上去了 后面还创历史新高有没有 那同样的 我这次台积电又给你机会了 它又给你机会了 你就放它去啊 因为你看到的叫做乌俄战争 你但看到的叫做恐慌 所以你不敢买它 结果呢 你就看它 到时候你就看它一路的涨上去 那它涨上去的时候 你再回头去骂可那些人 当时告诉你说台积电不能买的 当时在骂台积电的这些人 他们的嘴脸 他们的想法 你回过头来去看 他们都是错的 所以我说 护国神山在你怕什么 台股未来还是会创历史新高 那你要选对嘛 所以我说这种股票是最好买的 那你都敢买这个 所谓的宏达电了对不对 宏达电我讲实在 它在腰掌我也不会想碰啊 可是台积电跌下来我会想买 这个差异别在哪里 在于说你有没有去真的去做产业的研究 你真的有没有认真地去思考 一档公司一家公司它的价值 它在哪里嘛 所以我说不只是台积电 包括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它未来都会吃香喝 它一样会持续地成长 它不会受到所谓乌俄战争的影响 甚至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 我们所受到的得到的力 远远大于所谓的比 因为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叫做南韩 南韩现在因为没有办法出货 给俄罗斯的关系 它未来营收获利会大幅的衰退 那同样的台积电如果不受到影响 因为我们跟俄罗斯之间 没什么贸易往来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营收获利 会持续地成长的情况下 就会大幅拉开跟竞争对手的距离 那这个都是未来你会看到的事情 你想想看你的对手现在没有钱了 它没有办法再扩充产能 它没有办法把它的技术再往上去做升级 它跟台积电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 越拉越开 所以台积电未来会创历史新高 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那你想要赚到它的钱 你绝对不是锦上添花 你一定要用雪中送贪的模式 所以我说台积电未来会很好啊 所以台积电会很好的情况下 包括它的材料 包括它的设备 包括IC设计类股 都会跟着台积电而水涨而船高 所以台股为什么会走空 怎么会走空 对不对 我们有护国神山在怎么会有大跌的可能 台积电它已经挡了最多的刀 很多人都在骂它 为什么会骂它 因为它跌的最多 为什么它跌的最多 因为它就是护国神山 它必须要阻止这些 它必须要去承受最大的卖压 这些外资它在卖股票 最好卖的是谁 就台积电 可是你说外资卖一定是对的吗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外资这一段时间做股票都是做错的 他们都是错的 因为从台股创下历史新高 外资的空单是满手 再加上他们这两年来 卖超台股已经卖了一兆多了 但是它卖那么多 台股有没有再创新高 台股是从它卖股票那一天开始 8523一路的涨到18000多点 那靠的工程是谁 还是台积电 所以我说你做股票不用做太多 你就把台积电相关的族群 你把它ready好就好了 这些股票里面有很多到目前为止 我讲实在的 它都还是被低估 而且被低估相当的严重 那你知道它被低估 你自然有所本无所据 无所本心才会慌 所以包括了材料的族群 包括设备族群 包括IC设计类股的族群 这些标的有一些已经超跌了 超跌我们当然就有布局的一个机会 那你要布局的时候 你要知道说哪一些公司是真的好的 那你才能够下去做切入 所以我一直强调台股 有台积电守着 你不用害怕 那台积电今年的资本支出 比去年大增100亿的美金 那这个大增100亿的美金 它会不会因为股价下跌就改变 不会嘛 它还是一样的资本支出 它还是持续的增加 那这些资本支出大增的情况下 你说股价跌下来了 那是不是很好的布局机会 包括台积电的 你说材料的部分 你说这些所谓的设备的族群 它们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未来的三年 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光景 那与其你去买一些有的没的 那你不如把这个核心的 台湾最强的产业 把它做好就好了 我相信你只要买对标的 你买在一个好的时机点上面 绝对能够让你取得 长期又稳健的报酬率 所以下个阶段我们要再来聊 当台积电反弹上来了 相关的设备族群相关的材料 甚至IC设计类股 有哪一些标的 是我们可以去做留意的 那待会广告回来继续 再讲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 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我们上个阶段跟大家聊台积电 每一次这种行情大跌的时候 台积电总是能够挺身而出 它不断抵挡了 全市场最重的一个卖压 甚至每一次在行情要反转的时候 它也是第一个先锋部队 它也是先往前冲的那一个 所以护国神山的名义 这个名称真的当之而无愧 真的当之无愧 当然也因为台积电够强的关系 台股你可以发现 台北股票市场这一波 相较于国际股市来讲 台股真的跌的算少的 既然它跌的最少 未来要创历史新高 它也是第一个 我们台股会是率先创下历史新高的 但是你在操作上面 你一样要摒记着一个原则 不是等到大厂的时候 才去买股票 强势股拉回 站在买方来去做一个切入 所以我在买股票之前 其实我都会去看很多的资讯 包括就是说产业方面 未来有没有成长的空间 然后有一些族群方面 他们是不是真的是一个 有受惠的一个可能性 比如像这两天大涨 油价大涨甚至金价大涨 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就会告诉你说 我们要来买黄金相关的股票 我们要来买石油相关的股票 但是我的想法是说 就算油价大涨 它有可能会跌 因为油价突破100块钱 美金以上 假设今天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突然之间不打了 那油价是不是就崩了 因为这种 它这种快速的急涨 是属于消息面的东西 但我消息一旦确立了 它也要跌 然后突然之间不见了 它也要跌 那与其你去做这个 风险性非常高的投资 倒不如你好好的来去做电子股 所以我记得前两天 市场上面很流行 叫做什么太阳人的族群 像3576的这个联合再生 今天不就跌下来了吗 那昨天很强你去追 不好意思你今天就摔了 然后3686的像这种 答案也是啊 昨天都很强 可是你早上去追哦 不好意思你一下子就摔下来了 但这种公司就我的角度而言 它的成长性不高 真的今天油价大涨 真的太阳人的需求真的再起来了 对它来讲它获利的机会也不大 因为它不是世界第一 它如果说今天好起来的时候 整个太阳人说实在的投资在做增加 美国的厂商大陆的厂商太多了 每一个人都会做嘛 大家都会做 所以它没有那种无可取代性 那它没有那种无可取代性 它所分到的份额绝对很少 那你说这种公司就一直都在了解啊 你就看看就是在亏钱嘛 那营收都还在衰退 那你说你买它 你只是一个投机性的一个做法 你没有你不是一种投资性的一个概念 那风险当然你要自己去承担啊 你要知道说风险性就是这么的强 这么的大嘛 但是我不喜欢这种股票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看得见未来的 我喜欢我能够看得到未来的东西 所以呢包括我在做台积电也是一样 包括我在做所谓的相关的族群都是一样 他们的未来我很明确嘛 台湾的半导体最少三年之内都没有人可以打扮 最少三年啊 那台积电够强 它的相关的子子顺顺 他们也会爬升起来啊 那他们在上来的时候呢 会跟着台积电一起吃香喝辣 你买这种公司 你遇到真的大行情 哦这种跌到很恐慌的行情之当中啊 它还能够逆式抗跌啊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3010年的华丽有没有 它今天又回到108块钱 那我之前跟大家讲 100块钱以下其实它都是很便宜的嘛 那甚至呢 它根本连跌都跌不到 我们当时进场的成本价位啊 那我说以它去年的EPS来讲啦 前三季赚了8块8 然后呢再把第四季加上去 就加了2块钱下去就10块了哦 那你就10块了哦 那你想想看股价100多块钱 它没这么稀吗 就很便宜啊 那又是台积电相关族群 如果我台积电持续往上去做成长 它的获利也会跟着往上去做调升 那这种公司你不买 那你想要去买一个亏钱的 我也服了你啦 我也真的佩服啊 那包括就是说迅德的部分也是一样嘛 我在买迅德109块钱 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公司你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要注意台积电自动化的设备厂商 量占比700跳升到200 这里已经有人偷偷在做布局了 所以强势股拉回要站在买方来去做切入 量缩回档继续涨 所以真的跌的时候 比如像说11月29号跌108.5元 比如像说1月7号跌111块钱 那买啊 那你知道买的时候 你6438的迅德有没有 你在创新高你自然有钱可以赚对不对 那同样的当它在大跌 指数大跌千跌的话 它有什么跌吗 还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而已 那这是我们的训德 那你想想看一些没有基本面的 比如像2498宏达电摔死 所以好的公司跟坏的公司 在大跌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得出来 谁叫做真正的强啊 好学生跟坏学生 你要知道说他们两个差异别在哪边的时候 大跌你才能够知道 考卷很难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说 到底谁的程度比较好 谁的程度比较差嘛 所以我说 包括我们在买这个4755三幅画 大家都觉得 哇187块钱跌下来 好恐怖好恐怖哦 有什么好恐怖的 讲实在的啦 你买在这些物哦 买在这些物哦 你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在赚钱的 甚至说跌下来 我们还持续的去做加码布局的动作啊 那我为什么看好它啊 台积电相关供应链嘛 如果说我台积电未来会很好 那你想想看啊 它的钱不是只有赚一年哦 它不是只有赚一年哦 当我这些设备哦 回收容器的设备 一旦在台积电里面设厂了 它把它建起来了 那台积电是每一次都要跟它做交易 那我台积电现在呢 开始我的回收 我的容器越用越多 我的头片越来越大 那我的获利不就是 一直往上做成长 一直往上做成长 而且当它在往上做成长的时候 它不是只有一年哦 它可能未来十年 都是跟台积电合作 它未来十年 都可以取得这么好的报酬 这种公司才有败吗 那你觉得187块钱 它未来会不会过 大盘跌成这样 它还是一样啊 150几块钱这边做摆档啊 你光你从大盘的角度来看 你就知道说谁才是真的强 这种公司大盘是这样跌的 然后呢 我们的三幅画是在这样子 所以我说好公司 它就是能够在大盘回档的时候 逆势强于大盘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股市在跌 真的你不用担心 你只要抓对好方向 抓对好时机 真的好的公司 你下去做布局 紧价 你到最后你都可以取得 长期有文件的报酬率 所以呢 有人很喜欢锦上添花 比如像说油价大涨的时候 锦上添花 但是我喜欢雪中送炭啊 但这些公司明明就很好了 股价跌下来的不是它的问题嘛 是大家不懂得它的价值 那我这时候我雪中送炭啊 那我雪中送炭我自然有钱赚啊 因为我相信我的眼光 我看得到未来 所以我知道说台积电相关的族群 未来还是吃香喝啦 股价跌下来 它是给我一个机会 它就是让我们有更好的机会 可以下去做切入嘛 所以你就以台积电为核心 当作出发点就好了 材料设备IC设计类股 我认为很多的标的 都已经来到一个超跌段了 它都已经超跌了 那它超跌呢 自然就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一个最好获利一个时机嘛 那你要知道说你要选什么 你要知道说哪一些标的 是真的跟台积电合作 而且最深入的一些公司 比如像说三幅化 三幅化这种公司 它的回收农季 它不会因为台积电的股价下跌 就改变嘛 台积电也不会因为什么 因为国际情势乌二战争 就不再做农季回收啦 所以这种公司 它具备长远的未来 甚至我说农季里面 1773的生意有没有 我说这也是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它未来两个会做比较 同样都是化学农季哦 那你看胜衣都已经快200块了哦 那未来两个会做一个比价的效应 因为三幅化 它未来的获利 每年以50%的速度再往上去做成长 它的EPS很快就追上胜衣了 那它的股价呢 未来也是要跟胜衣看齐啊 那你想想看 三幅化要创立只新高很难吗 其实我觉得不会耶 那你要做到这种股票 那你就要有坚定的信心跟决心嘛 你要看得见未来啊 那也不止这些哦 还有3587的鸿康 我之前跟大家聊过 哇 你看看今天上来了对不对 那我就说嘛 就半导体检测来讲 它是属于检测分析股的 那这种半导体检测分析 全世界我告诉你 没几斤啦 而且台积电下一代的 叫做三奈米的技术 它现在是五奈米的技术 准备要下半年要量产的 叫做三奈米的技术 那这个三奈米呢 现在还没有卖 就已经产能被曝光光了 全世界包括NVIDIA 包括苹果 包括Intel 每一个人都捧着大把银子 告诉你说台积电你要给我 你要给我产能 我要用你的三奈米 你要给我产能 那价高则得嘛 谁出的钱比较高 我就给谁嘛 甚至连他的竞争对手 都来跟台积电买 都来跟台积电买产能的 那你就知道说 台积电未来前景是如何 那能够做三奈米检测的 全台湾也没几家 就他 就他可以做 那你看看哦 他去年EPS10块钱 前三季已经赚了6块半 那全年大概EPS10块钱 10块 10块钱的公司 你他的现在股价才多少 就算今天涨上来才145块 那145个公司 一年贪10块 再加上他又是台积电的检测相关族群 你不觉得他太烧吗 你不觉得他太便宜了吗 所以其实台股还有很多的好货 只是说你懂不懂得去做选择而已 趁着今天反弹上来 我告诉你也不要去做追价 这些个股总有一天他有一个买点可以出来 那他买点来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不敢下去做布局 那我告诉你未来没有机会了 那你只有找到一个看得见未来的人 你才会知道说 哪一些个股才是真正的被低估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我有专业 我希望说我们一起来吸手合作 绝对能够共创双赢 感谢大家接下来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运达同步核心抽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核心抽盘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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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核心抽盘团队 找不通